再來看到臺北市有一對祖孫 騎腳踏車在捷運的行天公站附近 遇到了大樓的磁磚掉落 四歲的孫子因此腳受傷 送一急救但沒有大愛 這家長暫時不提告追究 也表示會先跟大樓的主委來談和解 單車男同停人行道回頭等阿嬤跟上 突然天降磁磚 不偏不倚擊中男同 他立刻下車躲到旁邊 還走得動但腳很痛 急救人員到場確認男同意識清楚 右大腿有瘀青挫傷 大大小小磁磚砸落在地 碎成二十幾片 差點成了奪命凶器 六號下午將近兩點鐘 臺北市松江路漢景州街口 這棟屋林五十四年的上半大樓 無預警掉落磁磚 事發前沒有防墜網 事發之後才拉上封鎖線 男同送醫救治 沒有生命危險 他的父親得知後 希望先跟大樓主委調解看看 先不提告 記者綜合報導 《地方》 《地方》 是